那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也是80 角度的話特別注意 有同學說那是不是要變成這樣子 不是喔他看不懂 還是一樣這個方向 那是幾度呢 這180對不對 180扣掉應該扣掉30度嘛 所以是多少 150 所以150 Enter 再來這邊再跑100 好最後按一個什麼C結束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當然喔 一般我們習慣是在上面標註啦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簡單先開 讓大家知道說 假設說我希望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標註 那標註在上面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標註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所謂的線性的標註 線性喔 點下去 直接在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有沒有 再往下拖拉就有標註 可是字很小對不對 你希望這個字大一點怎麼辦呢 這邊有一個叫標註 這邊有一個叫標註形式 那建議你在標註形式 在標註形式裡面去做一個修改 那字的大小從填入這個地方 比例的地方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啦 改至少3左右 3按一個確定 在關閉 再關閉 100 那一樣的方式 標註 線性 這邊這邊 這邊就可以 點第一個起點 一個終點 往外 拉就可以了 標註 線性 有沒有 這一點 到這一點 往上 這樣就可以了 就有一個簡單的標示一下 特別注意 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標註形式 裡面的這個修改 修改裡面呢 這裡有個叫使用 記得是填入 使用整體比例 把它改成至少 大個3倍吧 不然字的話會太小 這裡的話呢 我把畫面先畫給各位